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都不会 我把它归纳出来 四项 那就是套一句流行的 四步一没有 四个步一个没有 第一个 肢体律动不太习惯 很多人玩节奏没有肢体律动 第二个 结合音形不够熟练 第二个步 就所有的用结合线的这种音形不习惯 第三 三连音符不太擅长 就三连音不擅长不清楚 第四个呢 强调重音不很明确 不知道重音在哪里 第五个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还是没有练习 就是没有练习 所以四步一没有 我再练一遍 肢体律动啊 不喜欢 第二呢 结合音形呢 不熟练 第三呢 三连音符呢 不擅长 第四呢 重音 强调重音的地方搞不清楚 不明确 第五 最重要的就是缺少练习 那我们再详细讲一下 所以肢体语言 我常常跟学人讲 你这个节奏不好就是一个原因 懒 怎么懒呢 懒得动 这个节奏原来的音名是rhythm 我觉得翻译成律动特别好 翻译节奏当然也不错 可是这个节奏最后不小什么意思 律动 很有规律这种动 所以你要跟那个音乐的起伏 它像潮水一样 像海浪一样 它有一个规则的动 你要跟它 它下 你下 它上一上 你把肢体语言加进去 你学觉识音乐就很好 很好学了 就像这个 它是上下 上下 上的多 下的多 下的多 上的多 你要跟它那个律动动 一拍 半拍 四分之一拍 三分之一 我们基本就自动形态 你要跟它那个律动 那很多人不会动 第一个 从前学音乐就是不可以乱动 这个不哑观 甚至我们从前讲过了 你那个打牌子脚在皮鞋里面打牌子 皮鞋不能动 那这样你怎么又有律动感呢 那学习传统音乐 古典音乐可以 你学习这种流行音乐 你看看 它们的肢体员动得厉害 完全是音乐那个 那个整个身体都在动 热血沸腾了 那Rock也是这样 它一定要动 所以你把这个肢体加上去 这个节奏就比较好学了 可是很多人太矜持了 女孩子了 或者是有这个身份的人都不愿意动 不愿意动 你这个节奏就学不好 所谓什么节奏就学不好呢 就是现代流行节奏 节识节奏 不好学 第二个呢 结合线 那古典音乐根本没有这个结合线的东西 很少很少 其实也会很少 那它现在是二分之一拍的结合线 四分之一拍的结合线 三分之一拍都用结合线 大量结合线 一小节里面可能出现三个结合线 那再加上过小节和结合线 所以一小节可能前后加上中间 五个结合线 很多人头都昏了 遇到这个很不熟 那这个就要靠练习了 那中国音乐也没这个东西 结合线一大堆 三连音符不擅长 那么我们传统音乐在中国里面 在古典音乐里面都不多 就一拍三个音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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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偶尔碰得见一个几乎太少太少 我们都是二四为主 二四八六 六就是三变出来 很少很少没这个东西 所以对三连音 三连音本身不擅长了 然后在三连音变成两个 一个是前面长后面短 一个前面短后面长 还有一个就是用结合线 全都乱掉了 所以这种音乐就不会唱了 另外一个呢 强调这个重心 不知道重心在哪里 就是你没有律动 你没有律动 你唱那个就唱不出来了 那当然最重要是没有练习的 那我们假如讲个简单的 肢体运动 假如一拍一个的 一拍一个的 那就是应该怎么样 下拍 下拍 就是你一下一上 这个才叫一拍 养成这个习惯 但是快了可能来不及了 但是你心里面还应该叫下上 下上 这个才叫一拍 然后半拍的话就是下是上 各一个音 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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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这个弄清楚 这个他们讲的很重要 就是dumbit up bit 下拍 还上拍 我们中国讲的正拍 还反拍 你把这个弄清楚 但是当你上拍的时候 你一定要怎么样 人要跟上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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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你可以慢一点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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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中心在哪里呢 你就要跟着它重用了 我们假如讲一个半拍一拍半拍这样 如果两拍之内半拍一拍半拍 半拍一拍半拍怎么唱的 你不要哒哒哒就不行不好 应该是哒哒哒下上上下上上下上上 你每个韵力要跟着它跑 慢慢练都加快 它跨越下下上上下上 哒哒哒哒哒哒哒 如果它后面来个结合线 那中音跑到后面去了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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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中音刚好在起来 所以你找到中音在哪里 它那个时间点在哪里 这个很重要 如果变成浓缩一半 就变成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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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中音在一二三四 在四这地方产生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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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前面长 后面短 你要连起来就变 所以你要跟他绿动 三你也是一样 你的人要变成一二三 一二三 还有弹性的 跑去面条一样 软一点 不要硬帮忙 不要打打打打就完了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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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当 对了 当 快 对了 当 对了 当 好 十六拍音符 三连音 半拍都是这样 那我们就练这一个动作 你回去帮我们练 一拍 两拍 一拍 这是一小节 我们打 四拍的方法 最小一拍的方法就是 打打打打打打打 每个音都往下 打打打 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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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把这个节奏改成半拍 那就是 改成二这个八分音符 运行 那就是半拍一拍半拍 那应该唱就是应该下上上大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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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嘴巴叭叭叭叭 哒哒哒哒哒哒的 如果改成十六分岁弘腹一排为单位 还是把刚刚那个节奏 那就变成 如果改成这个 三分之一拍的 那就变成 我们把这四个带来 最小一拍 最小半拍 最小四分之一拍 最小三分之一拍 你最好你这律动要跟它一起 用嘴巴 用心 用身心合一 律动更常 一拍都下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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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浓错一半 变成八分之一拍了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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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下 上上下 上上 对了 只要是十六分之一拍了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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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然后变成这样 假设三分法 把八分用度改成三分法 变成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三 所以这几个东西 加切克线要练习 三连音要练习 然后强盗重音要练习 所有的不习惯 你都把它变成习惯练习 那常常练习 没有困难的事情 一定会 假如你只要用这个律动 肢体语言去练习节奏 节奏一定好 而你节奏不好 就是我刚刚讲的四个问题 肢体没有动 结克线不熟 三连音不习惯 然后重音不会 然后再加上不常练习 所以希望大家把这四步 一没有能够记住 能够加以改正 你只要用肢体语气 练习这个节奏 一定没有问题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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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姿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